新手机普及 现在青少年也几乎是人手一击 有民间团体调查发现 有多达六成的青少年他们都坦言 要是没有带手机 他们会觉得非常的无聊 而且有一半的人都说 他们最怕的就是手机没有电了 所以只要手机电力低于40% 他们就会马上来充电 加上近年来 网络吃到饱方案普及 统计下来 有大约四成的青少年 每一天平均使用手机的时间 都是超过三个小时 不至于让学校老师相当的头痛 现在要纷纷想出对策 限制学生上课时使用手机 同学聚在一起讨论 社群网站的新鲜事 有基金会调查发现 走成的青少年的手机都可以上网 不少学生因此沉迷于手机 甚至罹患无机恐慌症 我通常会一直用手机是 比方说在节约上通勤的时候 如果都没有的话 还是会觉得无聊 没带手机感觉就像是乐魂 统计有超过六成的青年坦言 没有手机会很无聊 尤其手机没电 有55.9%的学生说 会感到不安 一旦手机电力低于40% 就要充电 也有34.8%的人 每天必须带行动电源 眼见学生离不开手机 就怕影响学习 学校老师得想出对策 上会准备一个停机瓶 那那个停机瓶 就像我后方的那个 那个一个棚子 它上面可以有按照座号 大家早上到 把手机放到上面去 按照座号 乖乖的把手机放进停机瓶 近年网络吃到宝普及 青少年使用手机也难截止 从2015年 有23.6%的人 申办网络吃到宝方案 今年成长到36.8% 调查也发现 有近四成青少年 每天平均使用手机 都超过三个小时 去善用这个科技 当然是好的 可是也别忘了 人与人之间的温暖 因为科技素养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善用工具 智慧型手机方便 但也潜藏危机 长时间下来 还会威胁眼睛健康 专家呼吁最好可以制定控管机制 避免沉迷于手机 最后今天会有轮台报道